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此马来西亚汉服运动想透过这个短视频 给大家科普我们华人的传统服装 由于我们华人的历史悠久 因此服饰体系也十分精深博大 也为了像刚刚认识汉服 以及不认识汉服的同胞们科普 我们大略地将汉服分成三个不同场合 第一是民用大礼服 通常在非常重要的场合我们才会穿戴 比如说在家中祭祀 又或者家中的喜庆吉祥的礼仪场合 我们都可以穿戴市民用大礼服 其中包括悬端 身衣 绕筋袍等 第二是民用长礼服 我们通常会在出席朋友的礼仪活动 又或者在各种传统节日时穿戴 这情况下我们可以穿各种款式衣裙 道袍等 第三是民用长服 也就是日常时所穿 我们可以穿住这一类的服饰 去逛街和朋友吃饭等 其中直多长衣短衣简单的衣裙等 都被涵盖在这种类当中 其实汉服着装礼仪并不复杂 用简单的五个字就可以概括 那五个字就是 看场合穿衣 其实无论汉服 亦或者其他民族服装 这五个字依旧适用 我们不会穿住燕尾服等晚装去巴刹 我们更不会随便穿上军装 官服等 所以我们也并不鼓励同胞们 穿上各朝代赐服 军装等 毕竟汉服运动除了理解汉服外 我们也应该了解我们的文化 以及礼仪 这样才不至于失礼 愧对礼仪之帮之称 汉服陪伴着我们华人 经历了上下五千年 却因为历史问题 而在我们当代中缺席 真的令人感到非常遗憾和惋惜 身为华人子弟 我们成功在马来西亚 保留各种文化以及习俗 所以我们的服饰与礼仪 也不应该被遗忘 那么多有份文化 我们不应该是 我一直在说 感谢观看